研究指出打第三劑疫苗超过五个月之后 保护力降到31% 这显示民众可能需要施打第四剂疫苗 尤其是高风险的族群 对此陈时中表示 因为我们一月初才打第三剂 目前还没有急迫性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新冠疫苗加强剂在接种四个月后 就会失去大部分的保护力 研究人员分析了去年八月到今年一月 美国十个州的数据 包括了Delta和Omicron传染在内 发现了打第二剂满五个月后 疫苗效力从69%降到37% 打第三剂恢复到87% 但过了四到五个月后 防护力又掉到66% 超过五个月更只剩下31% 而美国从去年九月底 开打第三剂 二月底满五个月 届时第三剂的保护力将从87%降到31% 那因为像我们打第三剂的时间很短 我们最主要从一月初开始 一月六号那时候开始 所以我们并没有那样的一个 的一个急迫性 那但是呢 疫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采购的量还足够大家来使用 澳洲政府则宣布将完整接种标准 改为三剂疫苗 未来民众在接种两剂后的半年内 如果没打第三针 接种状态将被视为预期 澳洲是全球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94%都打了两剂 近一千万人打了第三针 当地新增的确诊和住院数也在下降中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渴望在今年结束 但前提是全球接种人口又达到七成 目前非洲只有11%的接种率是全球最低 必须提高六倍才能达到目标 记者最后报道